大家好啊 我是寶哥 這次來到北港武德宮 有夠多人 其實我已經來拜拜很多次了 是之前沒有拍攝 創辦人陳茂林先生出生水林中醫師家 民國四十四年滿夏中山路 廟的舊子開設保生堂中藥行 店面雖未處商業區 但前幾任屋主不但未經營出成績 甚至連居住也不得安寧 而前屋主的小孩也曾看到黑臉魁梧的高大身影 為酒即舉家搬錢 陳先生接手買下該處後卻生意興隆 事業一帆風順 但民國五十二年某日 夫人卻在一次不明的意外中 打握於保生堂店面後方昏迷不醒 經中西醫診斷都找不出兵營 但在宿舍無策與藏人林慕隆的極力要求下 民國五十二年請來新港東信廟池府千歲 至保生堂事發處透過伏擊 池府千歲表示 陳居士宅中有內神 這個內神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財神爺爺囉 後來告知 前程進奉之責夫人可保平安 陳居士為求夫人早日恢復健康 醫指示在家中地上設一紙香爐 早晚前程進奉 為酒夫人既不要而已 在民國五十九年 終於獲得了這位內神的回應 福基告知其為財神趙公民 陳居士既遵照福基所降之指示 為財神爺雕塑今生 並於自宅社壇工人膜拜 武德宮於此開宮 香火也日益鼎盛 民國六十七年 陳先生感到所在求誰 而信徒眾多 完全無法容納參拜的善信 慷慨捐帝 並率同家人出資新建新宮 並於民國六十九年於獻子落成入火安坐 現在這店是廣天大道院 說真的還是第一次晚上來這拜拜 福德聖神跟風益敬主 文昌殿 福德宮有在福蘭祭祀喔 詳請可上官網查看 蘭 原意為一種神鳥 後隱身有神域的意思 財神不只求財 也有哭風喚雨的能力 過去 有一次搭建中台連禁活動的舞台現場 因遇到七月份的連獄豪雨而受阻 在關鍵時刻櫻花集團張總才向祖宇廟祖神 搬救兵請出 風雨免操服 當天即在周圍仍有咒雨的情況下 搭建舞台的現場硬是只有烏雲密布 一直到晚間10時 搭建工程完畢 而預言也順利排演過一遍 就在預言移結束的瞬間 後馬上熱了來 在場的人員親眼目睹 也莫不稱奇 好囉 這次的拜拜到這圓滿 大家拜拜 下次見